接下来有5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 Apple Sun的传送皮带的全部故障 首先我们从拆卸和安装开始 第一步执行34 放下皮带 按照视频手势按下电源键 开机输入密码 进入维修模式 进入维修模式后 按向下键 进入第三项 Before Repair Operation 再按向下键 选择34 进入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OK 出现非力时候 关闭电源 拔下插头 再按下电源放电 第二步拆卸和安装皮带 打开前门 拉开双面器 拧松皮带盖子的螺丝 一左一右两个 卸下皮带的盖子 拔掉三个插头 撇掉三个皮带的固定螺丝 上面两个 下面一个 拉出皮带 更换新的皮带装回去 拧好螺丝 插回三个插头 装回皮带盖子 第三步执行44 皮带的初始设置 进入维修模式后 选择第四项进入 然后按向下 选择44进入 点击OK 进入后 首先需要设置的是 4601KAKBKC 我们把新皮带 对应位置的值输入进去 然后是46022 同样输入对应位置的值 这最后一步是双面对齐 大家可跟一句情况做或者 今天接着昨天的视频 给大家介绍 Epson皮带最常见的一个故障 034209 首先我们拆出皮带 可以参照我前面的视频 旋转满盘把皮带升起来 拆掉后侧 一左一右两个螺丝 取下充电管 下一步清洁这个充电管 使用五反布和酒精 清洁这个充电管 再清洁这个电极上的铜片 然后用吸尘器吸掉 皮带刮板的灰尘和纸屑 清洁皮带的齿轮 这里一定要清洁 这个齿轮很容易换 最后按图示方向 清洁皮带表面 如果皮带表面已经出现 一条一条的痕迹 以及很深很密的话 就必须要更换皮带 或者对皮带表面进行翻新 或者重新喷漆的一些处理方法 如果只是临时使用 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掉这个铜片 去掉铜片之后 打印的A4或者是A3 太靠近边缘的部分 会产生一定的形变和弯曲 今天还是接着给大家讲 艾浦森传输皮带的故障 034212 034201和034202 首先参看前面视频 把皮带按标准步骤拆卸下来 首先我们来讲 034202 201的处理方法 然后我们旋转 马盘把皮带升起来 升起之后 我们注意这两个位置 有两个钩子 我们把两个钩子拆下来 拆掉就可以 拆掉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把皮带装回去 您好三颗螺丝 然后我们打印 展测试一下 已经不包代码了 接下来再讲一下 034212 这个代码是由于皮带的马达没转 但是大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这个插头没有插紧 看似插紧了 但是很有可能没插紧 也有可能是马达这边没插紧 所以只需要重新插紧 这些插头大部分都可以好 然后中心盖回皮带盖 最后我们再打印个测试页看一下 现在已经不包代码了 你学会了吗 今天还是艾普森传输皮带的第四个问题 由皮带的不抬升造成的卡纸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卡纸的位置 打开双面器 我们发现这个纸张卡在喷头干出来的一个地方 干漏头又没有进双面器 我们把皮带拆出来 旋转马盘把皮带升起来 来到皮带的驱动侧 把箭头的位置三个螺丝拆掉 把线卡打开 把排线理出来 把这个马达拿掉 然后把齿轮拿掉 再拆掉两个自宫的螺丝 把这个小数量片拿掉 发现抬升齿轮的螺丝送动了 这就是故障原因 我们把它重新拎紧 因为这个螺丝松动了的话 皮带就抬升不到指定位置 然后重新装回去 把塑料片齿轮 卡环都安装回去 然后重新装回马达 把螺丝上好 三颗螺丝一共 然后把排线重新排回去 别忘了插上插头 装回皮带 打两张测试液 好一切正常不再卡置了 把工具收拾好 收工 你们学会了吗